《三六五读书》 也许你就会认为这就是生活 但我们是否想过这样重复的生活 到底是自己想要的 还是在重复着别人的生活呢 今天和你分享乔布斯的文章 不要浪费时间重复别人的生活 一起来听 在17岁那年 我读过一句格言 大概内容是 如果你把每一天 都当成生命里的最后一天 你将在这一天发现 原来一切皆在掌握之中 这句话从读到之日起 就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33年里 我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 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还愿意做我今天 原本应该做的事情吗 当一连好多天 答案都是否定的时候 我就知道 做出改变的时刻到了 大约一年前 我被诊断出癌症 在早晨7点半 我做了一个检查 扫描结果清楚地显示 我的胰脏出现了一个肿瘤 医生告诉我 几乎可以确定 这是一种不治之症 顶多还能活3到6个月 医生建议我回家 把诸事安排妥当 这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 标准用语 这意味着我得把今后10年 要对子女说的话 用几个月的时间说完 这意味着你得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尽可能减少你的家人 在你身后的负担 这还意味着 向众人告别的时间到了 我整天和那个诊断书一起生活 直到有一天早上 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切片检查 结果大夫们从显微镜下 观察了细胞组织之后 惊讶地集体尖叫了起来 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医脏癌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我能够肯定地告诉你们 没人想死 即使想去天堂的人 也是希望能够活着进去 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终点站 没人能够成为例外 生命就是如此 因为死亡很可能是 生命最好的造物 它是生命更迭的媒介 送走冒蝶老者 给新生诞让路 现在 你们还是新生代 但不久的将来 你们也将逐渐老去 被送出人生的舞台 很抱歉 我说的这么富有戏剧性 但生命 就是如此 你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 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 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 否则你就生活在 他人思考的结果里 不要让他人的观点 所发出的噪音 淹没自己内心的声音 最为重要的是 要有遵从自己内心 和直觉的勇气 他们可能已经知道 你其实想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其他事物 都是次要的 我年轻的时候 曾在一本杂志的封底 看过一张 清晨相间公路的照片 照片的下面 有一排字 物有所不足 智有所不明 我总是以此自行 现在 我把这句话 也送给你们 希望我们 随时 都能想起 这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